欢迎收听中南湖海财经网站9月25号的收视广播 今天恒生指数做得一样,失手了26000点 最主要是市场担心中美贸易方面的谈判在10月份 都存在一个隐忧 因为特朗普昨晚在联合局开会时发现 美国都受了中国很久的伤害 所以令市场担心中美贸易的谈判会否继续折腾 所以今天港股急坐了335点 报25945点 成交有755亿 上升的股份470只 下跌的股份有超过差不多1200只 看看内地股市的表现 上升综合指数来说 今天都回涂了1% 跌了29点 报2955点 看重港股的表现 基本上全线下错 差不多了 腾讯今天领头下跌了2% 到328元 留意一下腾讯今天又再次出现了一个 埋出讯号 根据过去历史的情况来看 一旦出现埋出讯号的话 跌幅会维持一段时间 以参考在5月的情况为例 当时腾讯是370元左右 出现了埋出讯号 最低是下跌到320元 有差不多50元的跌幅 在8月初的时候 大概350元的时候 也是曾经出现了埋出讯号 之后往后的跌幅曾经去到310元 当时跌了40元 所以每一次 起码都有340元 450元的跌幅 如果腾讯刚刚才 是当在330元 出现了埋出讯号的话 介意来说 今次的跌幅 可能真的要下回310 或者300元的水平 才有机会看到一个 强大的支持 留意暂时来说不要反弹了 另外来说 再看其他股份 汇丰相对来说 稍稳一点 跌了0.9% 报59.4 另外 中移动来说 未跌了0.4% 报64.9毫半 再看多一个重帮股 有邦今天跌了2% 留意一下 有邦今天出现了一个埋出讯号 在这个是74.5收市 留意一下 如果出现了埋出讯号 短期来说 走弱势的机会 相当之大 相信可能有机会 要下回250天线 大概是72.5这个水平 这样的了 本地股方面 都是普遍下错的了 留意一下 那些公用股都一般的了 就是中华煤气 跌了1.8% 至15.2 那暂时的技术走势 仍然未转 但留意一下 也未必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另外来说 领展也是一样 领展的走势 相对来说 比起还要再差一点 今天跌了1.1% 报85.3% 失手了 早前 林郑突然间 撤回了一天的情况 当时来说 领展最低位 大概是86.85元 今天来说 再跌穿了 去到250天线 85元这个位置 刚刚有个支持 看看250天线 能不能支持 那 另一方面来说 今早来说 因为黄金是上升了 国际金价上升了 1530元左右的水平 今早的金矿股都波动 山东黄金来说 今早曾经上升了 收市来说 没有升跌 只要报19.768 另一种招金矿业来说 也未跌了0.3% 9.6毫半 市场都是在看 黄金价格 会不会是能够 继续受被掩而上升 留意一下 就说黄金 也说了2840 ETF 看到了 如果用我们的 英文证券的闪电监 平台来说 2840来说 今天出现了一个 埋入讯号 就是调整了 回落下来的时候 大概两个星期左右 今天来说再次出现了 埋入讯号 阻力位来说 其实看高位 现在400这个位 现在距离十多元而已 要视乎这个金价的走势了 另外来说 昨天来说 国别股份也说一说 九龙子业公布了业绩 立刻糊涂了5% 连带就是第二个 李文造子也是连低了1% 留意一下 李子来说的走势相对比九子弱 也在昨天来说出现了一个坏出讯号 手机设备股方面 继续要调整 瑞星科技 上两个星期就升得很急 由34元 就上到差不多 挨近48元 升了两成 今天就要继续会拖 30% 41.9 市场都担心 苹果又公布完 这个新的产品 华为又公布完 好像有些消息 就是说 那个 就是 没什么惊喜 所以来说 市场也是再次冷静回来 对这些手机设备股 是不是这么快能够 就是 整个手机市场 就这么快转 这个都是 而之上早 所以来说 急升了这么多 其实都是要来回套 另外2382 信与光行 也是回套了3% 虽然很多股份都是先升后回 所以升了一段时间就回回 近来来 非常强势的就是美团 美团来说 今天就继续破历史的高位 曾经是上到80元这个位置 收市都是佈79.5 都升了1.6% 似乎无态的 市场的大行都纷纷是继续唱好它 就是觉得 那个是 刚刚上个季度来说 就开始有些盈利 所以来说 市场的憧憬 就是 下半年了 其实那个业务 会继续好转 那样 所以来说 都成为近来 是逆市上升的 一个追捧的对象 所以来说 就是可以继续留意一下 那我就说回行指了 那 留意一下 那 港股来说 就是去到这个位 其实就是刚刚今天 也是出现了 买出讯号 都多次和提过的 出现了 买出讯号 其实呢 之后一段时间 都不会第二天 就立刻转回 上去 所以来说 就向下偏淡的机会 都比较大 那 26000失守了 那看看明天 能力迅速上去 那 如果上不了的话 相信都要很快考验 就是 9月4日 那个低位 9月3日 那个低位 大概25500点左右 那 如果连这个位 都失守了 那 就要再试25000点 那 那今天的收视分析 暂时到这里了